很多自闭症的孩子都有人际沟通的问题 透过戏剧表演可以帮助他们释放内心情感 也希望社会大众多给薪娥更多的机会和掌声 由身心障碍青少年组成的小可乐果剧团 在市政府亲子剧场演出舞台剧《小飞侠》 透过剧团的演出 帮助不善表达情感的小天使们宣泄情绪展现自己 在市政府的《小飞侠》 许主人 拍得不客气 棒不棒 很棒 高不高兴 高兴 今年就读小学六年级的祖伦 因为患有自闭症 平时不善于表达情感 一开始加入剧团 甚至动不动就哭 但在剧团人员耐心的带领下 渐渐在戏剧中得到自信 即使再累再辛苦 也要努力完成演出 后来慢慢慢慢 他就停下哭了 那我就问他 他就说 我不累 我不累 我还要练习 你听到这样一个孩子 一个其实他很累了 可是他因为他珍惜 这个演出的机会 他很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 获得他的赞赏 击赏 所以他说他不累 孩子们努力练习 用心带来的演出 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动不已 也证明身心障碍的孩子 只要社会大众 多给他们机会和掌声 他们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记者方建台的满会 台北裁缝报导 先来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